到家里人有三魂七魄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难免会受伤 魂值是你的基础生命保障 魂值全部消耗后 你将失去行动和作战能力 队友的帮助或恢复类道具 都可以帮助你恢复部分魂值 封印怨灵需要团队合作 你在需要队友协助的同时 队友也需要你 三魂定 七魄安 受到怨灵攻击 不仅会消耗魂值 同时可能会丢失魄 人有七魄 每个魄保护着你身体的不同部位 已经丢失的魄 只能通过修复阵眼来慢慢恢复 作为灵探 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封印怨灵 而找到散落在封印之地的五行碎片 就是第一步 找到五行碎片后的下一步 就是找到与之对应属性的阵眼 将碎片填充进去 使阵眼修复 需要注意的是 八卦阵眼自身没有属性 使用任意属性的碎片都可以修复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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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